大家好,我是欢欣 我们今天继续的录制两场视频 这两场视频也是这一天直播打的 不对,应该就是今天打的 都是主中赢的,来帮大家做一下 但是我觉得这两场视频都是蛮精彩 其实主中赢,但凡主中赢,我觉得都挺精彩的 因为主中本来是烈士嘛,对不对 不过,看吧,看吧,看吧 行吧,废话不多说,我们来看这第一场 主公,无脑选择诸葛景 这个不要问我为什么 单纯的就是怕闪电 其次的话,怎么说呢 就是第一,诸葛景个人能力是有的 第二点,我最近被闪电折磨得体无完乎 这个看直播的朋友都是知道的 但凡有闪电,避批我 只能选这场武将,才能保住闪电的一方平安 所以选择了诸葛景 这边我们可以骑后去感觉 这个像是中内 这个就非常像反贼了 对吧,这个也是比较像反贼 这为什么,因为诸葛景的明哲 像江河的巧遍以及宪政 对于我们来说都是一个威胁 我骑后的防御牌并不是很多 所以我需要找一些防御牌来对我进行个支持 当然这边还有一个既有组合 貂蝉的介绍 所以希望这两个不是一家 那我也是乐了貂蝉 因为貂蝉对我的威蝉非常非常大 其次的话肯定张合后走的人不敢随便乐 当然吊蝉也可以当忠诚 这边直接挂闪电跳忠诚 继续出直接 裸一一个决斗 哇,这下的话我是要残了 赶紧无限 明哲 希望继续出的杀并不很大 这边高顺也是跳的明确的反贼 只能拼杀了 尽量不要费血 因为他刚才那个明的是没有弄出一张杀 就裸一没有裸一出杀 所以我希望是这边弄一下 但很可惜没有成功 而且貂蝉也填判了 那说明貂蝉离间 我又被裸一 等于说这次基尔处 如果他弹盘是个反贼 基督组合打成 并且两个人都打我裸一 对我的伤害非常大 乐了朱荣 那跳反了 那基本上 其实我们已经是一个大劣势开局 主攻直接打到求逃 再加上我们另一个终身将面不是很强 这一局基本上很难赢 只能一是靠下 我后头的朱荣天过 我们这边有这个改乐的 二是做词的行动 能打出效果来 捡了圆这样子可以好 当然这边我不希望他能最好把连弩拿走 反正朱荣是忠诚的话 完成他自己该做的 而且一连弩三杀二杀不死 这是最好的选择 明确拿了一个方片 我们肯定是亮红桃了 把距离弄了也算 看队友还有没有桃 没有桃 我这还有明哲一个九 其实我巴不得吃这个酒让我过牌 必须过了 这朱荣必须让他动来控制一下高顺 如果朱荣在为乐成功 对我们来说威胁非常大 所以我希望朱荣要不就是那猎刃 破破他的牌 要不就是有顺拆这种东西 没想到猎刃没成功 不过高顺的牌并不是很多了 一会我留一个红九还能明哲一下 这样子的话也许提高过牌 可能找到红闪这样子 让我继续的无限连影 无限明哲 我用k点带简易码 这栏荣要顺我吗 他都没有 他没敢用拼 直接带简易码杀了一刀 直接明哲 这样子你这样杀的话 我就不怕你再有杀了 对他一般这种情况下 就不会再杀了 就是杀比较少 而且让我过一张牌 有个12点 这边左辞有一个铁锁 他竟然没有铁锁 这个按道理肯定是要靠着闪电打的 这个左辞有点打的思路不太近 有闪电 我可我一滴血 可以完全留一张闪电判定牌 通过铁锁打一波 但指望不上他 我还是选择自己过牌 有闪电判定 当然我这边先顺一下 看能不能找到一些 我需要的牌 比如说距离 很可惜没有 那我直接看他们 去看一下情况 能不能收到高顺 没有的话 我就考虑把貂蝉垫死 反正是顺到一个闪电判定 这边出了一个铁锁连环 而且板子爆的是没有什么逃了 那这样子的话我们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直接过 那有的人说为什么不挂闪电了 因为我电完以后是不摸牌的 如果我电成功了 他俩都死的话 那我们就直接优势了 优势就不用闪电了 何况还面临着一次没有手牌的闪电判定 所以我干脆就直接 留个闪电判定过了 直接传导 虚初也被劈死了 但是不过牌 更希望是貂蝉 貂蝉死 如果貂蝉不死的话 我们还是比较难打的 那貂蝉死了 直接 还好犯贼空的逃比较少 只能这么说 这也是为什么不挂闪电 就因为我肯定是要空手牌 闪电可能还要判一次 再加上我最近老被闪电批 我既然能打死反贼的话就优势了 打不死的话我也就死了 所以这个也就不管了 这边朱镕敢放南蛮收作词 那说明他是有逃的 一会儿我就不摸牌 给孙上香摸牌了 这个是提高孙上香的存货能力 那孙上香他的牌也可以转化为睡觉 所以提高他的能力就够了 如果起了装备能力去达到一个这个 消极的作用的话 我们就直接大转了 孙上香这边只要是把和输出牌打完 睡了觉 给张和留一张无关紧要的牌去突袭 我们就基本上稳赢了 这次这个闪直接让他明白了 这次张和留谋也更牛逼了 简一马九杀 但是我们的神明哲让他明白了 应该神神重作 这边继续的给孙上香过牌 拿了简一马是抑制了 对方可能打我的可能 只有内奸 这个我标回来 内奸的话杀我 这边内奸已经是开始去杀我了 但是我们不送 因为是中乐了 所以我要给他过乐 那我直接裸摸了 那因为是 必须让孙上香动 那所以我也就无中不开了 希望他动 那反而孙上香这边直接火杀出来 那我就转了 对吧 有的人说可能无中也开出红槽 但是不要赌了 就让孙上香动好 只要我们现在2v20优势的话 球稳就可以赢 就不及呢 一张牌两张牌的这个收益了 然后继续的无脑去帮孙上香过牌 这基本上那件事绝对打不过了 这就看他多会投降了 我只要无脑的帮孙上香过牌就好了 无中开了两个套 直接朱镕投降 这个视频其实还是一般的 我们来看下一场 这是今天下午打的 面对 刚才那个人 刚才那个视频如果找就大家可以说忠诚给力啊 孙上香那边给力啊 或者那间戏手帮你压反了 但这局面对 那叫几个反呀 就是反正一个中跳反的情况下 如何去弄 也不叫中跳反吧 就是打错了 这边七肉八号位肯定向反贼 所以我直接过牌 去看有没有机会 直接重铸出一个联络 那我连过拆都不要了 换成所有的杀来去 希望在假许洞之前秒掉他 这个是非常有机会的 小伙伴直接过拆 我记得是啊 先火供 还好没带藤甲 因为我没闪 所以我懒得去带了 过拆 刘善过拆是跳中 我其实挺开心的 但是他啊 那个是怕防了我的联络被拆掉 但是他反而被勒了 其实可以考虑拆 让我再动一下 我觉得收益非常非常的大 就是防住勒挺好的 但是这样子的话 刘善直接明白了 过拆骗了无限 没修外长 顾正安邦 直言归戒 劝主一行 二章也是跳了一个反载 一个顺 刚才是丢了一张九 希望刘善那边 希望二章没距离 他是距离比较少 那其次的话 就直接九杀了 但是刘善飞雪了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骑手就是劣势了 对不对 刘善第一轮没放弃成功 完了又被打成这样子 更牛逼的是 这个寒帮的行动 大家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当时他的行动 让我一下没有理解到 带出青龙 直接解凡夹雪 这是一个跳反贼的动作 但是他马上解凡的同时 认青龙 当时我就看不懂了 就打问问问了 那后头他解释说 点错了 那好吧 就是一个刘善 过开变骗无懈 完了另一个 还能这样子打 那我们只能说 极希望于我们七瘦 忙那个八号位的 贾雪能成功 好这边贾雪还留了一个 也许是解凡拽的闪 如果打不死的话 就能闪了 这边的话 刘善那边 名字有一张酒 想让他吃酒 这个桃还是留一下 因为一会儿可能面临着一个碗杀 那边没闪的话 你就解凡完再去决斗 不是找不痛快吗 还不如解凡自己呢 完了 废了白银狮子 废了决斗 扔了一个青钢剑 完了最后杀了一刀 这个还能打的简直 其实我们是只可以直接优势的局 被他打成这样子 其实挺伤心的 好是好在 其他板子也没有掏 但他最终 虽然是浪费了解凡 浪费了决斗 浪费了白银狮子 浪费了青龙玉岛 但是还是杀死了 这是在与我们骑手有连弩的情况下 如果骑手没连弩 这一局我们应该是被碾压了 那边突袭我和戒旅盟 拿了个决斗 没杀也没决斗我 我要不就断杀了 他想留个轮 要不就是内奸 而且这个戒章聊一般内奸选将 所以当时我们可以定义为内奸 当然戒旅盟也将有了 所以我们再说 这边我考虑了很久 可以直接杀夏侯爸的 但是我选择去留下 因为杀夏侯爸 他手牌也不是很多 就算他咆哮了 也不会对我造成太大伤害 但是我想动的话 我觉得有可能是刘山那边 他可能会觉得刘山爬死了 打刘山挑衅刘山打刘山 完了那边刘山放拳 我多一个牌制衡 不管怎样 我们都可以找机会 不过夏侯爸直接挑衅我 我直接杀他了 因为他的爆发能力 我们能感觉出来 下轮我是可以秒他的 那刘山那边 手牌原来淘非常的多 直接撑到了满血 也算是把劣势局 稍微打回来一点点 攻击拦二张 直接就杀 这边吕蒙固定 杀二张或者收二张 那刚才我也说了 那刚才我也说了 这两个人有一个是内 按正常逻辑理解 是杰张了 但是这个时候还没有把声音跳出来 当时也没有必要 好像 不过我直播说的是杰张了 是内 因为我觉得 但凡他是一个反贼 选老张了的 没必要选戒张了 对吧 那么 我决定留一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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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肯定是跳内了 但凡他是一个反贼 他就是打我了 对吧 那坦当当时说 躲二张了决斗杀主攻 人家是内奸 只要不打我 他肯定是内奸了 对吧 这有什么可考虑的 他非要说人家是反 非要逼的内奸是一个反贼 我们就打小伙伴 希望小伙伴下轮动之前打死 对 我点拨了一下 喊当 不要乱想 人家如果是反弹 他不会玩的吗 所以我告诉他 人家不打我 肯定是内奸 对吧 气味通俗 耳而无憾 最后的机会 还在等着我 马似飞银 枪如霹雳 没给他输出牌突 还能保一下 这边难门是不能放的 等刘山放全吧 逃我已经完全不保 还闹了 好难已经没有用了 G2V2我觉得我就是优势 哦 喊当这边 还裸摸一张桃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越来越优势 虽然戒律萌 戒律萌觉醒了 但是我们这边也没有 红桃牌 给他去攻信 哦 可以偷我的 希望打不死 喊当 喊当那边有张闪 不过不知道张辽冲哪来过 他应该是摸了一张 他只能偷一张摸一张吧 那这没办法了 喊当保不住了 不过凯顺利那句话 2V2我们是优势的 这局打到2V2 我就觉得已经是赢了 只要 刚才张辽贴 偷过我的那个无限 对吧 这个难门是打流扇的 所以这个难门是绝对不开的 把红桃的桃吃了 刘芳片呢 南蛮直接 质衡就可以了 这种牌已经用不到了 刘善保住我们就赢了 这人为什么非要让我放南蛮 只要过牌 我觉得这局是稳稳的赢 张辽偷了啥 应该是没什么输出 能保护流扇 我继续的制衡 重铸 因为人王盾 而且剑里蒙武装牌 张辽偷了名闪 八卦阵 铁锁不可能铁锁流扇 冲过流扇传道吧 所以必须重铸 我也不知道韩当为什么说 那个铁锁 铁锁不重铸 难道铁锁有用吗 还不如重铸找牌 找距离 找过拆 限制了盾牌 去打死一个人 进入二为一呢 所以我不为所动 这就是在面临着 别人的吐槽的压力之下 不为所动 去创造出自己的思路 接张辽还有无限 闪电不挂 因为我觉得优势 动若关火 运筹为物 最好的机会 还在等着我 快马突袭 战尽星期 哎呀 我的闪电 其实我想支狠电 我怕张辽带出来 因为这个时候最怕的闪电 这李萌万一 见一见完了 帮他关心了闪电 非常头疼的 来出一个 官师傅 让刘善急需的放权我 所以我这个闪电 可能是威胁着我们的 没必要九杀了 因为这边人王盾 不可能九杀吕萌 张辽我 没必要九杀 因为逼着他去 跳的明确的板也不好 所以给他点状态也行的 九杀我一浪费很多的牌 二也是比较麻烦 然后这边我的官师又没了 好不容易出距离 这个时候赶紧去弄掉人王盾 当然外头拼了无限也就拼了比较多 闪电非常的怕 我基本上大家不用去考虑了 这个局闪电肯定是批我的 只不过是会批 来考虑了 你们见过不批我的闪电吗 出了一个铁锁 这一次铁锁是 关键外头有张无限 我先拆闪电骗无限 这样子但凡是内奸或者反贼 他们都觉得是劣势 会无限的 完了我去铁锁他们 这铁锁是关心不了自己的 这个铁锁就是K牌了 但是无限帮了这次闪电去弄 我就留一下 让刘善棒拳 我再去想办法去铁锁成功 只有直接 直接批了他们 才可能扭转局势 这边的话 有两张杀一张决斗 我就想用决斗去骗一下无限 但是很可惜 铁锁让我们明白了 没有成功 那我还是直接把无限打出来吧 这样也无所谓 就是虽然说这次班师打脚 有一点点伤 但是我的杀打不出去 留的话也被突袭 也被怎么怎么样 打光就打光了 留一张牌挺好的 强行的 强行优势一下 但是还是那句话 我们2V2我们是优势的 所以只要稳着点打就可以了 虽然刚才没稳 但是我们思路是出来的 我决斗是为了骗无限 而铁锁他们通过闪电来获得胜利 火攻啥的都没有什么用 直接过牌 这边有两个红桃 让他攻心去吧 还是那句话 大家不用考虑了 闪电是批我的 还把我逃走拿走了 嗯 就是面对骑手 寒刀乱打 再面对挂出闪电来劈我们 那我这一局我们如何处置呢 当然还是赢 这边的话终于把人王盾拆掉了 现在就是找距离 但是我这个制衡真的是太糟糕了 半天没有产生任何作用 距离距离找不到 什么什么什么找不到 也就方方借章聊的突袭了 就找机会 还在等着我 马四飞银 枪如霹雳 杀我爸爸是刘备 借刀 因为借刀杀八卦阵不合适 所以我借刀 张辽去杀 吕蒙 乐 张辽 乐 吕蒙都没什么用 所以我这张乐是留下下轮制衡过牌 去找更多的K牌 但是刘善没放劝我了 我想多了 刘善是为了带一个夹一马保护自己 拆我的距离保护他 开桃圆 四血 闪电的伤害 我们已经通过我们的过牌弥补了 过牌 乐肯定没什么用 这个当然要丢牌了 所以乐 乐张辽 不是吕蒙 吕蒙 乐没什么用 出距离了 先制衡 找有没有脚 重逐找脚 找到一张拆 拆了固定 保护一下刘善 因为我觉得吕蒙 感觉要死的样子 我怕他临死之前 帮内奸控厂杀死刘善的话 比较头疼 吕蒙吃了一张桃 我治痕 无中 刚才因为抱的好像是没闪了 所以我试一下酒杀 能不能成功 吕蒙吃了个酒 吕蒙吃过酒 刚才吃桃 他有桃肯定吃满血了 所以他没必要留桃保障内奸 对吧 所以吕蒙是没有桃的 最多是有酒 那我们如果有更多的控制牌的话 可以考虑一下控制杰张辽的手牌 因为治痕过了 只能张八拍张八拍 当然张八拍也有张八拍的好处 那就是那个啊 就没拿到没办法 就是说张八拍张八拍的好处是 可能抑制一下啊 那个那个张辽拿牌 啊 这就接吕蒙 谢谢了 刚才张辽还是能打的 只不过没杀了 起码是如果我们张八拍不出来那个杀 那个接吕蒙过拆了 还是能被偷 所以对我们的好事 之痕去先 先之痕后杀 这就是看能不能找到酒 因为还有放权啊 所以我怕吕蒙动摸到闪 酒留一回合 先杀一刀 让放权来酒杀 找到过拆顺手 再去找机会 找到顺手去 看能不能找到桃 啊 还真找到桃了 看能不能酒杀成功 好了 那就一切都按我们的剧情 这就是先过未知牌的好处 如果我们顺不来桃的话 啊 这游戏就打不死了 那游戏将聊两张 两个桃呢 对不对 保一下刘山吧 这个乐我就乐了 而且防止他那个突袭 有的人说 为什么不先拆简一马 而先拆八拍镇 以张聊的能力 是打不死我们了 所以直接可以不用求稳 去求输出了 你说我无血排的孙权 就给你是老张聊 你能打过我吗 何况还卡了一个刘山 所以这个时候 就不用考虑他捡一马了 直接提高输出 赶紧签退好了 我拆我也懒 啊 过拆我是这留下了 先支痕 一顺一拆 张老师肯定打不过了 直接投降 这一局视频 面对队友 怎么说呢 我想想啊 哎呀 这个我也就不多说了 大家也是懂的 但是后头要明白 就是我们的优势在哪里 就是过牌呢 像什么南蛮啊 像什么铁锁啊 根本没有用的必要 那你过牌才能找到 你翻牌的机会 不管是你找到逃成状态 给他进入一个均衡的2v2 或者怎样怎样怎样 而不是说是 去浪费那些牌 最将近的过牌能力 完了去不把你的优势体现出来 对吧 那行 今天这两场视频就到这 谢谢大家 也祝愿大家周末愉快 大家再见